好了同学们下面让我们看看第二个知识加油站了解一下一个数除以小数的法则 首先让我们来推导一下一个数除以小数的法则 何谓一个数除以小数呢 说起来很简单可以是一个整数除以一个小数 也可以是一个小数除以另外一个小数是吧 所以我们先以整数为例来看一看 大家看啊 如果我想用4去除以0.5的话 看一看它的答案会是多少 那么4除以0.5相当于把4呢分成0.5 0.5一份那么多份 问你能够分出多少份是不是 那么你要知道一个0.5其实应该是1的一半对吧 所以4实际上拆成0.5一份0.5一份一共能够拆出整整的8个0.5来 是不是 所以很多同学即使背或者即使理解 他也会知道这个算式的答案应该等于8 那么如果咱们用数式怎么样去处理呢 来抬起头来看看 其实刚刚我们在做例集三的时候已经给大家抛砖引玉过了 是不是 这个除以0.5如果我们不会处理 那么我们巴不得它是除以5吧 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除以5的话 同学们看了 除数是不是需要往上去扩大整整的10倍啊 对不对 刚刚老师也给你讲了一个原理叫做伤不变的原理 伤不变是怎么说的呢 除法的性质说 被除数与除数必须要同时增大 或者同时缩小同样的倍数 最后的伤才有可能会不变 对吧 那么你想 如果你需要把除数增大10倍以后 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整数 那么为了保证伤不变 被除数实际上也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扩大10倍 也应该跟着除数去扩大整整的10倍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扩大10倍以后 那么4除以0.5 实际上和算是40去除以5的伤 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最后答案是不是8 大家看 是 它确实是 是不是 社会这个处理手法了吗 你看 根据我们伤不变的原理 如果把倍除数和除数同时增大相同的倍数以后 那么实际上它的伤应该是不变的 为什么选择要去增大呢 原因很简单 大家想啊 你练数式的时候 如果你的除数是个小数 你去伤的时候是很麻烦的 对不对 你想你这个地方有个252 这个地方写个0.7 然后上面伤个3 你伤以后这样一相乘 不是21 它是2.1 对不对 对啊 去做的时候太麻烦 那么我们说 如果一个数除以小数的时候 其实最核心的法则 就是可以根据伤不变的原理 把我们的这个小数的除数 处理成一个整数的除数 是不是 而其他的地方 倍除数怎么办呢 根据伤不变 跟着它变同样的倍数 这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最后得到的伤 其实是一样的 没问题吧 大家 那么这个如果你非要证明的话 其实可以怎么证明呢 4去除以0.5 它为什么会和40去除以5一样呢 大家看一看 那么40如果要变成40的话 4是不是相当于要乘以10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除以的这个0.5 这个0.5如果要变成5的话 是不是也相当于是乘以10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 打开括号以后 实际上我们说发生了什么样的现象呀 发生了什么样的现象 这个10和这个10是可以 小调的 对不对 所以剩下最后的这个 还是4在除以0.5 然而如果变到算式里 你看它就变成了40去除以5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伤不变的一个精髓 大家发现了 是吧 好 那么这是关于一个整数除以小数的法则 同样我们来处理一个 一个小数去除以小数的法则 大家看一看 你看 如果我们得到一个小数1.25 去除以另一个小数0.25 那么我们说除数是小数 没法处理 对不对 不会 我也不会啊 怎么办呢 必须把除数处理成整数 那么让除数怎么样它就成整数了呢 扩大100倍 让它扩大整整的100倍 对不对 然而我们说不管你怎么除最后 你必须要保证伤是不变的 对不对 对 如果伤要不变 那么备除数需要跟着它怎么样 也扩大整整的100倍 对不对 来 备除数扩大100倍 扩大100倍 小数点相当于移动整整的两位 对吧 对 那么1.25会变成125 而这个地方0.25扩大100倍以后 那么实际上它会变成25 所以这个和这个柿子 它们两个柿子的伤应该完全一样 那么最后的答案应该就是 我 是不是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 大家学会了没有 其实非常的简单 是吧 总结一下 一个数除以小数的法则很容易 那么一个数除以小数的时候 我们说除以小数不好做 怎么办呢 需要把除数处理成整数 除数处理成整数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去扩大它相应的 倍数 这个倍数根据它小数数位来决定 对吧 两位那就扩100倍 一位那就扩10倍 三位你就扩1000倍 八位你就扩多少倍 对吧 对 那么扩完以后要注意一件事 为了保证伤势不变的 那么倍除数需要跟着扩大相应的倍数 一定要是一样的 否则伤就不对了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法则 那么大家想 如果这个0.1.25不是1.25 比如说是个0.125 对吧 如果它是0.125扩大100倍以后 大家会发现它只是一个12.5 如果最后这个式子会转化成12.5去除以一个25的话 那么这个实际上和咱们前面所讲的 一个数区除以整数 小数区除以整数的法则是不是就能用上了 对 对不对 所以在这呢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这一点 没问题吧 嗯 好了 那么这是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小节啊 最后一个我们来说一说一错点的提案 这个题目当中一个数除以小数的提醒当中 大家最容易错的在哪呢 很多同学会知道去把除数扩大相应的倍数 但是它不知道倍数说跟着一块扩 或者说除数扩大了10倍 倍数数跟着扩了100倍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一再的强调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 倍数数和除数必须扩大相同的倍数 是不是 抓住这一点以后就好做了 而它的整个转化思想是什么呢 除以小数不好做 所以核心就是把除数变成 除数 是吧 嗯 好了 那么这是咱们一个数除以小数的法则 说到此为止 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例集吧